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炮追击 此上无数 包括军人 军眷 流亡学生等等 总计三万多人 成功从广西退到越南北部 而这一批部队就被称为刘越国军 对蒋介石来说 这支部队的存在 解放在越南 可以当作是反攻大陆的侧应力量 当时越南被法国统治殖民 所以刘越国军一进入越南国境时 就被法方要求缴械 并将他们软禁在越南西南端 距离大陆最遥远的富国岛上 反攻大业无望 只能期待早日返台 1951年的圣诞节 岛上居民发起了一场 史无前例的万人绝食抗疫活动 甚至登上了国际媒体引发关注 国民政府和法方交涉成功 值三万多名的居民返台 谈何容易 滞留富国岛上的一切都得靠自己 他们的牵台之路 在历史上留下血泪篇章 1949年是个大迁徙的年代 国共内战 我们党兵败如山倒 为了恐怖华中战场 蒋介石将指挥权一分为二 白崇喜担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黄杰则是出任第一兵团司令官 1949年12月中旬 白崇喜率领军队与共军作战势力之后 立刻指挥各部力求必战 以确保未来能有机会反攻激利 除了白崇喜之外 我们台湾在台北的东南军政长官公署 这个长官陈澄有一个黄杰的指示 他跟他说可以到台湾或是到其他的地方 总之这两个长官给他的命令就是 不要再轻易做牺牲了 因此黄杰带着第一兵团边打边退 从广西退到越南北部 其中越过十万大山的内障 即使已经过了七十多年 依旧是历历在目 跑弹过来一千人都没有命了 那多瞬间呢 一瞬间以后呢 一千过来也没命了 多快 所以这么不怕 怕了都不得了 那个麻的尸体 就都飞到那树上 都挂到树上 你看这个牲畜就这样 那人呢 人就不用说了 死了多少人 当时只有十多岁的徐荣章 河南老家没了 书也念不了 在学校带领之下跟着部队奔逃 成了流亡学生 一路上除了要提防共军炮弹攻击之外 行进路上还得时刻保持警戒 行军事件 你这个前面都要抓到前面的那个背包 没有背包 你手一动 你一松 后面的人都过 都麻烦都不能跟上去了 你站着都睡着了 都睡着地走着 到最后 吃完大餐进行都这样 那一路上也有打死的 有伤亡的 光是1949年12月到1951年的年初 入越军民包括军人军圈和流亡学生 以及其他游击部队等等至少三万多人 这批部队就被称为流越国军 当时的说法是借到越南希望能够回到台湾 不过要进入越北时 哪有这么容易 我当时我们不叫记到 就得逃命 逃命逃到那里 碰到敌人 在背约这个叫做士兵楚国 碰到越军也打 碰到法国人也打 碰到越南是保大政府也打 然后中共也打 每天什么叫整国带杖 这个经营我有 抱着墙水叫站的 那时候才有十五六岁 中共 越共以及法国军队多方夹击 最后中法签订制马协定 同意国军夹到越南回台 但首要条件是国军必须缴械 我想缴械如果以军人来讲 它当然是对军人的一个不尊重 不尊敬 但是当年我们从司马条约里面来看 当年你要进到越南的边境 你就是必须要把这一个军阶给绞出来 把这批部队安置在越北 对当时是法蜀殖民地的越南来说 恐怕后患无穷 不仅刺激中共 同时也会引发越盟反弹 在多方考量之下 最后选定在远在越南西南方的复国岛 因为复国岛我们都知道它比较偏越南的南边 因为这边是所谓的法国政府 它比较能够管控的一个地方 把你的国军关在一个岛 那这个岛其实也很荒凉 也很荒僻 那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建设 就先把你关在这边 把你囚禁在这边 美其名有法军保护 但实际上是软禁 初期没建设没物资 一切都得靠自己 那我们自己在那边就用檳榔椰 做茅草防盖 在复国岛里面有一个大的茅草 在大礼堂呢 可以拥抱上清的人 都是我们自己留意过去 去把它盖下来 解决复国岛暂时性的权宜之际 但这一住就是两三年的光景 时不时都能够听到 传来要回台湾的消息 但总是落空 回台湾也实在变成个口号了 但是这是一个理想说 一说再说都拖到后面去 回台湾变成是希望是口号 但在复国岛上的等待期间 1950年反正爆发 复国岛上的刘岳国军 成了蒋介石寄望反攻大陆的 一大助力 因此开始重新整顿编制 成立刘岳国军管训基地 而这群人就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之下 开启了荒岛战斗训练 因为母头做的样子枪 就是那种古代的那种唱戏的那种样子 已经在上面弄毛啊 长毛那样的枪 也有母头枪弄什么东西 做的那种棍头盒子 像机枪样子摇摇 也有声音了 因为复国岛的什么都没有 荒野漫草的 所以他们就是开始那个批材 批木材去做一些所谓的 可以做军事训练的 那有所谓的单杠 双杠之类的 我还看到比较奇特的就是要前滚班 爬到这个半城楼的高度 然后前滚班 到所谓的这个沙地里面 日子照过战斗训练如常 芝麻协定说好的甲道越南回台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也没有给出明确指示下一步 这群流越国军前途茫茫 再加上岛上受到法方监控 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 1951年的圣诞节 岛上军民发起了一场 史无前例的万人绝食抗议活动 就绝食三天抗议 法国在越南的这些军队 也很奇妙 知道他们要绝食抗议 也怕说这个流越国军暴动 毕竟在岛上的这个所谓的 法国军队他是少数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武器全部集中 那锁在这个保管室里面 他们说你们要抗议 你们要绝食 就让你们自己去自嗨 绝食抗议三天果然成功引起注意 国际上才知道原来有这批 被扣留在复活岛上的国军部队 黄杰见机立刻往上乘暴 希望政府能够积极处理 最后终于和法方交涉成功 只是三万多名的居民返台 谈何容易 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跟所谓的越南 没有所谓的政治的一个航线 那政府就希望说相关的轮船公司 去签订所谓的这个航线 但是沦船公司有它的困难在 我签了这个航线之后 我可能去运输这些所谓的物资 甚至的我把这个所谓的 流越国军载运回来 所以我就没用处了 除了要克服航线开发困难之外 三万多居民的身份 各资也要清查 因为其中包含了不少罪犯 政治犯 哪艘船搭载了哪些人 在本子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这些牵台部队 那个当然蒋夫人都会去 都会去 然后也会带很多这些 会里面的这些妇女的同志 一直去 去欢迎她们 然后去发这个馒头 这些来犒劳她们 蒋介石会送什么呢 有时候看到那个岸边 就会有一栏一栏的那个香蕉 特别是在南部的时候 因为既那边离奇山很近 罗广人的父亲罗超群 当时担任摄影官的职务 留下许多珍贵照片 而带队一向严谨的黄洁 从罗超群的照片当中 也能够窥出细节 无论是官兵 学生 还是军眷 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之下 依旧能够穿戴整齐 而且当时还有一个神秘的 入台编号 爸爸在复国岛 对 在复国岛出生 两岁才来台湾 这个是我爸爸他入台的编号 0259 所以以后我都可以叫我爸爸 0259了 这个出发地是复国岛 拿出珍贵的文件资料 徐伟云已经过世的爷爷徐奇 当年是陆军步兵上尉 跟着部队一路打到复国岛 而徐伟云的父亲 就是在复国岛上出生的 名副其实的复国岛二代 这个会不会是在复国岛的照片 这个进台湾的照片 这个在高雄下船的时候 下船的时候 所以这雲二 雲二我们有他这个号码 还在这里 人身地不熟 不少复国岛居民 都和徐家人一样 听从上级安排 分别住进全台五处的复台新村 而所谓的复台 则有复国岛到台湾之意 每一户是用竹篱疤去隔开的 然后一条屋上面 可能就是十几二十户这样 用公用厕所 他是大概要走 我听他们的形容 那个距离大概 你如果要上厕所的话 大概要走个 三百到四百公尺左右远 对就是你晚上要调着灯 去上厕所会比较危险 然后是在就是上在水沟里面 对大小号都一样 当时的蒋介石 对于这批复台居民 有诸多疑虑 深怕共军或是红色思想渗入其中 因此对复台新村实施秘密监控 复国岛我们都知道这些军队 它在越南的北方跟越猛 或者是越南的共产党打过仗 那有可能这个共产党都混进来了 对啊 那当时候可能就转进到台湾 所以必须要特别去注意 他们的言论之外 还要去注意他们是不是有共产党滲透 所以这个也是当时候管控 他会去监视所谓的这个 这个有越国军到台湾 有没有思想不正确 有没有共产主义的一个色彩 几十年过去了 当年竹笠巴 爱围墙的赴台新村 已经全部打掉重建 紧张的监视氛围也烟消云散 那批滞留在富国岛上的军民 带着岛上的风雨血泪在台湾落地生根 留下历史的篇章 国共内战之后 国民政府一部分车到台湾 有一些国军部队则是往中国西南方走到越南 这批人被称为流越国军 另外还有一支部队同样也往中国西南方跑 逃到了滇缅边境 电影《抑郁》说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他们颠沛琉璃躲藏在滇缅边境 踏进了缅甸国土 缅甸政府当然不可能无视这一支孤军的存在 蒋介石心理想还有机会反攻大陆 没有将他们完全撤离 只是留住的孤军遭到驱赶 迫使他们不断的转移 一路从缅甸转到辽国泰国 他们被称为泰北孤军 1966年情报局要他们突击中国西南边境 同时也吸收滇缅边境年轻人 当年只有16岁的王根生加入部队 打起游击战并且担任情报员 为了隐藏身份 王根生走到哪 娶到哪 他当过吐司驸马爷 也和国赶族军火商女子谈恋爱 1978年决定结束动荡抑郁的情报生活 来到台湾定居 我们在这儿的弟兄 留下的每滴汉每滴行 都是为国家留的 但是所得到的只是两个字 冷漠 电影《抑郁》 李国辉团长率领国军第八军 709团死守中国最后沦陷的一省 云南 带着部队在战火中突围 辗转逃到缅甸 同一时间还有第26军 278团副团长谭忠 领着残步一路南向 在李国辉的号召之下 双方部队整编为中华民国复兴部队 这是异域孤军的种子部队 也是异域孤军最早起源 为什么这个叫孤军 这个就是说军队的作战 应该是一个有组织 然后这个有协同 在1949年国军兵败大陆之际 你可以看得到大部分的军队 是渡过了台湾海峡 来这个撤退到台湾 少部分的部队越南 或者是从这个云南 撤出国境外 当他们撤出到国境外以后 复古岛的部队是被解除武装的 但是在泰勉这支部队 它其实是保留了它自己的武装 缅甸本来是被这个英国殖民 在二战以后它独立 但是独立之后 颠勉江界还并没有发昏了清楚 是一个未定界使得孤军在那边 有办法可以维持它的一个存在 这支孤军1950年2月到了缅甸 大约2000多人 不仅兵力担保 各式枪支也只有1400多支 换句话说 部队里面有三分之一的兵 必须赤手空拳作战 面对中共追击只能边打边退 目前居住在桃园中正新村 孤军后裔张老旺先生 隋军逃亡时只有七岁 记忆所及都是震耳欲聋的枪跑生 母亲有三个孩子 我是老大 我老大七岁老二四岁老张一岁 所以把老三男的背起 我是男的背起 把老二四岁女的丢在床部 从后面 只听到远远听到孩子的长叫声 妈妈是妈妈 那一天张老旺失去了妹妹 枪林弹雨之中 他也和父亲走散了 只好循着前方部队的枪声 一路走到滇敏魏定界 但进入别人的国土 又是一场战争 缅甸主动发动攻势 我们当时这个魏定界这个地方 等于是两面受着加工 前面中共来打理 后面敏定独着力打 李国辉带着孤军反击 没想到一举击败缅军 复兴部队从此声明大噪 而李国辉仍在台湾的老长官李明 心里悬念着部署 蒋介石更是希望建立实力 蒋退到台湾以后 其实从来没有忘掉 他是要反攻大陆 蒋当然希望 当我这个从台湾发动反攻的时候 如果在西南这一部分 有军队发起彻翼的响应的话 那共军不就是这个贝多利分 共军贝多利分的话 就当然更加保证了 台湾当面这个反攻的 一个胜利的可能性 同一时间缅甸政府 不可能无视这支孤军的存在 发动了几次攻击 并且向联合国控告 中华民国军队侵犯缅甸国土 情势索逼之下 蒋介石被迫同意撤退 但不会强迫自愿不撤的官兵回台 1961年二度撤军 总共撤回了4406人 接到台湾的密令 要叫他们留下来 叫他们先撤到商区隐藏起来 势力更生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再恢复补给 没有想到不止三个月过去 几十年过去 我们政府就没有再理会 一道命令 从此改变了命运 留住当地的孤军部队 力量已经被减弱 遭到驱赶迫时转移 一路从缅甸转到辽国 泰国 从此滇缅孤军 泰缅孤军 泰北孤军都是他们的名号 其中奉命不撤的三军和五军 由军长段锡文率领转到泰国躲藏 但后援迟迟没来 他们从奉命不撤变成了抗命不撤 遭到国民政府销毁兵级资料 背负着叛变的罪名 但有些人他可能 因为觉得那个地方离自己的家乡近 我是云南人 我在缅北 我家就是翻过一座山就到了 到台湾我完全陌生那个地方 所以不见得所有的人 都愿意离开那个地方 看准这批孤军没有后援补给 1966年情报局 以案件记仇的方式 邀请参加突击任务 甚至还成立光武部队 突击中国西南边境 被埋伏以后就打死在那边了 他还没有死 他只能把肠子打跑出来了 血一直流的时候 顺那个雨水一直冲坏到我们车上 冲坏过去 那我们本来是去救他的 所以救他 当然我们指挥官不准去救 那时候我们的兵力只有 大概400多人吧 包括民兵 结果他们来了8000多人 哇 那个枪一响 简直是那个头都抬不起来 一是二是 跟着光武部队打游击战 当情报员搜集共军的情报 即使过了几十年 对于密码讯号依旧熟悉 王根生从小生活在滇缅交界处 16岁就加入部队 当时班上同袍65个人 先一起受训打仗 再当情报人员 最后死了50多人 死亡时平均年纪只有21岁 因为他们执行的都是随时 会没命的情报任务 这个打火机 这个照相机 它里面会放底片的 那个年代常常会有那种 斩首行动 斩首行动的话 因为你必须要把它特征拍出来 那个年代人家就抽烟 他抽烟帮他点火过程里面 点火给他按一下 这个照相机就针孔照出来 照相机就刚才洗出来以后 知道他的哪个地方里头 把材都会杀错了 打火机未装成相机 真正的相机尺寸也得超迷你 随时藏在口袋里 太阳眼镜也是情报人员的 必备物品之一 你就会拿个手帕 擦一擦 装作擦眼镜 其实我们只要看后面 我们擦着看后面 它有没有在跟踪我们 每两三年就得换一个国家 王庚生游走于缅甸 辽国泰国之间 但就怕被人试破身份 王庚生走到哪儿 娶到哪儿 用婚姻作为保护 我说第一个到的地方就是 缅甸跟这个大陆的边界 它是在缅甸 我那边是有一个叫土司 那个年代不是有土司吗 土司官 她有个女人叫 其实那个就是土司的公主一样 但我到那边去以后 生存很有问题 她那个土司有很多兵的 你知道吧 有地方侮猎 谁是对你看不顺 把你一枪干掉了 如果自身按起来 我就开始跟她交往 慢慢交往 然后骑了她一年 骑了你以后 看到驸马爷都不是一样 当过土司驸马爷 也曾和一名果敢族的 军火商女子谈恋爱 在一次的行动当中 对方重担 倒在她怀中身亡 至今难忘 兜兜转转了好几圈 最后王庚生 勤定少数族裔的姑娘 李诗梅 小明阿美 原本想要稳定下来 没想到遭到 缅甸政府的逮捕 妻子透过关系 买通相关人员 就在囚车前往 法庭审理的路上 将人救出 于是夫妻两人 在1978年 1979年的时候 赶紧申请返台 结束动荡的抑郁情报生活 在遥远的地方 在遥远的中南方室 有几个小小的村落 有一群中国人在那里生活 流浓的种花儿女 在别人的土地上 王根生到了台湾 重新展开新的生活 但他并没有就此 和留在滇缅他的孤军弟兄们 失了联系 每隔几年就前往探望 而那些当年奉命不撤 自愿留守 没能返台的孤军 逐渐和台湾的长官 单位失去联系 随着第一代逐渐凋零 后代想要来台湾 取得合法身份更加不容易 加对这群泰缅孤军 和后裔而言 是到复杂难解的课题 金三角是全球最大毒品产地之一 擅传1950年国共内战之后 退守到泰缅的国民党军队 和金三角的毒品发展有挂钩 以毒养军 以军互毒的传闻不进而走 在泰国北部有个地方叫做美斯勒 这里的居民大多都是国民党孤军后裔 电影《抑郁》拍出当时泰北孤军的困境 他们无法反攻中国 也没能撤退来台 如今的美斯勒还说着中文 整个区域充满中华文化 军阀混战 金三角毒枭崛起 70到90年代 最具代表性的毒王昆沙 他统治金三角地区八成的毒品交易量 1993年昆沙宣布 善邦脱离缅甸独立 成立善邦共和国自任总统 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的招兵买马并非要拿鸦片做生意 而是用来保护人民的生活 安全和幸福 大片金树花海 毒品遍布 毒贩聚集 这里是泰国 缅甸 辽国边境的金三角 全球第二大毒窟 亿万的财富 就这样种出来的 除了石油和军火 毒品之前就最大的贸易 金三角地区之所以 能成为巨大的产毒基地 要从1953年 残存于此的国民党孤军说起 为了在这里生存 他们已毒养军 甚至用贩毒获取的利益 办反共学校 昆沙就是从厕所学校 出来的大毒窑 来就参加了这个云南的 反共抗恶军政大学 这是由李明将军呢 在这里设立的一个学校 他是第一期的学生 去学习关于军事方面 这些的才能 因为这些对他来讲 是有帮助的 昆沙是谁呢 人生世界头号毒王 在890年代的时候 他的全盛时期的时候 全世界80%的毒品 是来自于金三角 昆本身他应该是一个 部落主人的那个意思 他是一个尊称而已 杀才是他真正的名字 他的中文名叫张祈夫 父亲是汉人 母亲是善族人 三岁丧父 五岁丧母 在祖父的教养训练下 昆沙很能战斗 18岁就组织武装部队 1963年张苏全的出现 改变昆沙的命运 也改写了金三角的历史 张苏全是黄埔军校 20期的学生 他一毕业国民政府就垮了 他开始下部队的时候 就已经到了 进入到了云南 到了这个泰民边界了 在1963年被围困的时候 他发现说 有人用中文喊他的名字 原来是张祈夫 张苏全曾是昆沙的老长官 还带过他打仗 具有丰富的丛林作战经验 很快便成为昆沙军的参谋长 他为昆沙训练军队指挥战斗 赢了缅泰政府军数十次的围剿 当时流传一句话 张苏全替谁打仗 谁就能在金三角无敌天下 从此昆沙崛起 成了金三角第二只霸王龙 两张合并扩充了 他这样一个毒品的大帝国 1960年代以后 整个金三角的势力就开始重整 但一个金三角地区 岂容得下两只霸王龙 1967年 昆沙大战罗兴汉取得胜利 却让缅甸政府担忧 有政府以外的武装力量 独霸金三角 两年后邀昆沙出席军事会议 不料尽是一场鸿门宴 泰国政府就用计谋 把这个昆沙骗过去 直接把他逮捕 逮捕然后就送到缅甸这边 缅甸国防军就是进展 开始攻击这个昆沙 就把昆沙给俘虏了 人在外头的张苏全独成大局 一面收缩军队 一面往山里撤 古年如一日坚持营救昆沙 张苏全这一时事意 就借由假设绑架苏联医生 用苏联的军医来威胁 当然就是放化给苏联 让苏联透过苏联去压迫 泰国政府跟缅甸政府 昆沙得到自由以后 就是从1970年代后期 开始生产鸦片 可以体炼到差不多将近百分之百 非常纯的这个海购义 相对的价格就很高 昆沙主宰一个如假包换的毒品王国 顶身时 勇兵三万 民兵两万 还建立善方共和国 昆沙统治着金三角地区 百分之八十的毒品贸易 被美国人称为 全世界最可怕的毒人 如果我们能够攻击 海购买 我们能够控制所有 刺激和刺激 我们能够控制所有 几个国家 我能够控制80% 的药物贸易 美国后来还用 两百万美金去宣赏 要去追击它 因为它毒害了美国 大兵的身体健康 卖毒卖最成功的是昆沙 禁毒最成功的也是昆沙 它的部队是不可以有吸毒的 部队如果吸毒抓住墙壁 昆沙在满新叠期间 做了很多很好的建设 包括教育 包括水利 包括赴税 而这样恩惠病济成功 男人背后 势必有位伟大的女性 据西方媒体披露 昆沙妻妻成群 子女也很多 还很好色 太太是一个迷 那我们从文献记录上面 她有一个老婆 也是善邦这边的人 叫做云吉 她在子女数量上面是不一定 因为没有流传下来 她好女色 如果从罗欣翰的说法 曾经找一个云南医师 去治这个昆沙 云南医师就说 你必须要戒色 似乎可以感觉到 就是说昆沙它是好女色 导致于她身体 晚年的时候 健康出现的问题 那时因为阿富汗 毒品贸易的兴起 昆沙的事业 也逐渐走下坡 62岁 她向缅甸政府军投降 开始了被软禁的晚年生涯 直到2007年病逝 结束传奇的一生 越南小吃美食像是河粉 米线 越是法国面包 在台湾都相当受到欢迎的庶民美味 从饮食史来看 越南料理真正进入台湾 是在1975年 越战结束之后 带起的移民千禧潮 也顺是开启台湾第一波 越南饮食文化 1990年代 越南美食大举进军台湾 主要是因为通关 而这些美食 不仅是串联台越之间的情谊 也代表着 在台湾的越南家庭移民的故事 新鲜番茄 凤梨和蔬菜 再来一点秋葵白玉 虾子和红鱼 满满一整锅 光看就绝得丰富 海鲜酸汤 我们完全不需要再加味素 我们只要加一点糖 然后一点盐巴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它的酸甜 完全来自于蔬菜水果的酸甜 蔬果煮出甜味 和旺子熬出酸汤口感 这道来自越南的海鲜酸汤 酸酸甜甜很带劲 但光有这些还不够 这个是摩翁草 海鲜酸汤里面的灵魂 少了它就会少了一味了 小小的园子里面 紫苏薄荷 摩翁草 各种越式料理会用到的香草香料 通通都有 缺了哪一味 现摘 现享用 这个是我们越南的红鱼 那也是湄公河上的鱼 那也是从越南进口过来的 连肉带领整尾红泥螺鱼 以站立的方式放进油锅 让鱼鳞一片一片卷起来 就连摆盘也得让鱼立着放 确保鱼鳞的完整性 吃起来才会又酥又脆 吃鱼鳞的时候 它就会像洋芋片这样脆脆的 接着放上青芒果丝 淋上鱼露酱 金髮爆发鱼就完成了 不过可不是用筷子夹了就吃 而是有配方 它不是面膜 它是米皮 加鱼一下下去 好 然后加一点 它的头发 增加口感 然后酸酸甜甜的 更开胃 一尝就让许多在台湾的越南民众 回想起家乡味 对吴坤林而言也是 但祖籍广东的他 怎么会和越南有这么深的缘分 吴坤林的曾祖父早年移居越南 经商有成 吴坤林的爷爷吴君 从小就在越南过着富裕生活 没想到一场战争改变了命运 1937年对日战争全面爆发 当时才十多岁的吴君 一听到前线战士 不顾家人反对 从越南直奔当时位于贵州的 中央陆军官校第四分校投笔从容 因为精通中文粤文 1945年被派到了颠阅边境 负责和当时的越南独立同盟会交涉 后来娶了越南妻子阮施赫 隔年带着太太回到中国 继续过着打仗的生活 那时候我爷爷很酷 奶奶说爷爷是骑着马 然后就是到处去打仗 他干嘛的 然后爷爷骑马 然后眷属就坐军车 然后还有很多步兵都走路追着 这样一个阵仗很大 好像就很威风 随后跟着部队来台 但吴君远在越南的父亲 不断派人捎讯息 希望他对祖国尽忠之后 也能为自己半个家乡 越南尽心力 再加上当时 越南共和国军新建立 虚才恐急 因此吴君决定辞掉工作 西家代卷返回越南 透过关系介绍进入越南国防部任职 一待就是16年 直到1975年越战结束 北越统一越南 开始清算政府官员 吴君来不及逃 成了被整住的对象 关进了劳改 他来不及回来 就被迫就是带去那时候所谓的劳改 就是去改造一下你的思想这样子 对就是那时候大概前后 将接近十年的时间 对 然后那时候我奶奶就很辛苦了 就是原本从这么富裕的生活 而且我奶奶带着13个孩子 关押多年之后 吴君终于可以离开劳改营 他积极申请回台湾 不过按照规定只有直系亲属才能一同返台 而当时吴家13个孩子 已经有好几位在越南当地结婚生子 吴君只好先带回部分的儿女 在台湾通过两年的监视考验 再透过仁德专案申请家人来台 专门接运越南侨胞与难民 那回来台湾之后对我爸爸来说 他两岁就到越南去 一直到33岁才回来台湾 那对他来说 就是几乎大半辈子都在越南 所以所有的饮食文化等等的 都是已经是就是道地的越南人 而且我的奶奶是河内人 所以爸爸对越南菜非常的失念 1990年吴家人总算全家都在台湾团聚了 但那个时候全台北市只有一家越南餐厅 距离他们住的细致又远又不方便 吴坤林的父亲吴前明为了生计 也为了一姐味蕾上的乡愁 开始卖起自家的越南味 然后我们那时候看来只有三道菜 一个是咖喱鸡 然后一个是鱼肉焢肉 然后一个是茄汁牛腩 这个调味就是奶奶的味道 像吴坤林家这样的侨胞 1980年1990年代扮演着 台湾越南菜饮食文化中相当重要的推手 在台湾发现越南菜的踪迹 的确它是在越战1970年结束之后 才慢慢经由移民来到台 带来台湾 那特别是在目前资料显示 在1979年开始在台北 有一家这个越南餐厅开设 它这个越南餐厅 它也是由越南华侨所开设的 所以的确它 战争它是影响很多 饮食文化变成了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陆续开始出现 越南餐厅 越南小吃店 但这还只是第一波 饮食上的移民潮 1990年以后 越南美食在台湾迅速成长 被层层包裹的麋鹿鸡 炸到呈现金黄色 辣的那个有洋葱吗 浓浓越南味的法国面包 随着越南移民 越南籍配偶来台 现在这些越南风味的庶民美食 在台湾也都吃得到 风魂这个部分 开始之后呢 也有很多就是越南的女性 到台湾来 那这个也可以算是第二波 其实我想我们大部分人 比较接触到越南菜 应该是在这个阶段 于是这些小吃店餐厅 慢慢扩散发展 甚至在部分县市地区 出现越南小吃一条街 饮食文化慢慢融入台湾的社会 而且进一步 还可以从佐料当中观察发现 那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可以看当地的佐料 它是不是已经甚至 进入到家庭里面 那譬如说像鱼鹿 它其实就是还蛮被接受的 的一种佐料 从食材到口味融合了台湾 法国与越南的风味 几十年的时间下来 透过这群侨胞移民 让越南美食绽放于台湾人的 舌尖味蕾 当年英勇的抑郁故军 他们的血泪故事 随着时代轮转 逐渐被人们淡忘 来到清静 见到云南百姨美食 但是清静和云南百姨料理 有什么关联呢 当年滇缅边境的游击队 常年在异乡征战 有不少官兵和当地的少数民族 结婚生子 撤退来台 也将当地的生活文化 一起带到了情景 料多 鸡嫩 汤浓醇 这是流传滇南将近2000年的经典名菜 汽锅鸡 这里面主要是土鸡肉 还有从云南带回来一些干的野生菌 最近我们是用松茸跟牛肝菌 从云南带回的牛肝菌和松茸 散发特殊香气 加上红枣枸杞等十多种配料 层层堆叠后挤压入味 最后撒上少许盐 挤米酒 不加一滴水 以棉布塞满锅盖缝隙 透过气锅的特殊设计 蒸汽在锅内无限循环 萃取出纯粹香浓汤汁 这要预定 因为最主要这个蒸 要蒸三四个小时 鲁文印太北孤军后裔 继承了父亲鲁国龙游击队 高大粗犷的外形 又从妈妈那儿学到了百姨姑娘的好厨艺 如果说气锅鸡是云南的经典大菜 那西双版纳包料鱼 可是不遑多让 包料鱼它是 它歹竹的话叫做巴饼奥 巴饼奥它是包烧鱼 它是在版纳它是用鱼包了香料以后 用小茅草绑起来用火烤 在歹竹的话他们是很多菜里面 会放到南姜 用南姜来做料理 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的味道 少了南姜的包料鱼 就像没了九层塔的岩酥鸡 鲁文印选用台湾铁 以花椒和米酒盐漬 在余妇内放入葱姜蒜 香菜和辣椒 棉绳妥再经火烤 肉质鲜嫩味辛辣 一手好功夫全传自妈妈 妈妈的太厉害 因为我爹 我父亲很早就跟我讲说 你把你妈妈的手艺学好 以后就不会饿死 父母出生云南少数民族 国共内战时 父亲鲁国荣偷靠黎迷部队 战火中认识了滇缅边境的 带足姑娘 鲁文印的母亲刀玉角 一家子跟着军队 一路流落太北边境 会有战争 通常这样 因为他们阵地要转移 阵地转移就见水要跟着走 所以他等于是在逃难 那时候也是有一餐 每一餐 餐厅后方有片鲁文印最深的新田 那是他专为母亲辟建的菜园 店内用的云南香料全来自这里 香柳 薄荷叶 香菜 鱼心草 园内绿于盎然 生气勃勃 不过父母落脚清净时 这里却有如蛮筐之地 那时候还没有房子 先寄住在普里国小 在普里国小礼堂住 然后每天派人上来盖村子的房子 来到这边当初是没有电的 而且那个时候很冷 那时候冷 这边会下雪 没水没电的高山寒冬 一家人挺了过来 白天跟着大人帮忙啃荒挑石子 晚上就全家窝在木造小屋里 品尝母亲的云南菜 这是最大的温暖 渐渐唾肯出能够栽种的农地之后 鲁文艺种了高丽菜 养鸡也养猪 其实小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苦 只是吃到很快乐而已 因为你没有比较你就不知道 那是不是苦嘛 在父母和鲁文艺的苦心经营之下 原本只是一间铁皮打造的云南风味小吃店 风味道地 用料实在 如今成了海拔2044公尺 一眼就能看见的豪华欧风洋房餐厅 这种就是比较正常的 这党龟味道很重 像这一只的用途就会好很多 根筋都可以吃 叶也可以吃 党龟整只都可以吃 鲁文艺的菜园才天生天养的政策 早草往往长得比菜还要高 原子里的山党龟同样无为而至 种子随风落土 长成的根筋煮鸡汤 叶子就拿来煎蛋 清净的特产山党龟 嫩叶散发的特殊气味 经过小火烘煎之后 更衬托鸡蛋香 这是妈妈入境随俗 变出来的当地菜色 我们就是说尽量把这个 家里的这个精神 这个元素能够把它带出来 把它做云南菜 云南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尽量做出来 要说道地的云南家常菜 不得不提到香酥竹虫 这可是客人测试胆量必点的 歹竹小品 竹虫主要是长在竹子里面 是竹林 竹林的话就 像我妈他们歹竹 那边就是竹林很多 这个是他们等于是天然的食物之一 而且是很普遍的一个食物 咸香酥脆的炒竹虫 还有看似泰菜打抛猪肉的锦灑 以及饭后甜点糯米粑粑 都是如文艺成长中的记忆美食 透过云南料理 遥想对父母的思念 一家人从生死拼搏到平淡过活 生命可以壮烈动笼 也可以春蓬庄严 来自两千里外的异域风味 在清静俊勇流传 在清静不只有传统的百姨美味 可以品尝 还可以欣赏充满异国风情的带族树屋 原来一位来自云南的孔雀公主 因缘际会嫁给了清静的孤君后衣 慰爱落脚台湾 一床小小的树屋隐蔽在绿蔭丛中 它不仅能折风避雨 更是女主人私乡的秘密基地 来到这边我就想说 那我把它盖成家乡的这个建筑物 会不会让我觉得 不会那么的思念家乡 可以每天看着 就觉得说跟家乡的景物 都是一样的感觉 百姨姑娘二十多年前远嫁台湾 落脚清净 乡愁总是难解 决定以家乡随处可见的 歹族竹楼为概念 打造自己的家 因为这么说吧 在那边没有台风 所以它竹子可以耐很多年 那在我们这边最早也是想说 还是我们用歹家竹楼的方式 可是觉得不耐 而且我们台湾是有台风 所以才用树跟竹子的结合 带足的竹楼以粗竹为主要骨架 竹边面子为墙体 茅草为屋顶 不过台湾实气重 又常有台风侵袭 夫妻倆以珍藏的漂流木 顺着原始的形状拼凑 盘根错节中处处是惊喜 往左边这边走的话 就是我们的主卧的部分 然后我们这间树屋其实面积不大 但是可以这么说 麻雀衰小五湛祭泉 顺着螺旋梯区隔生活空间 白镜的双人床上方 露夜之后就能欣赏满天星斗 一旁的古石磷窗向外推开 御夜匆匆 还有充满儿时记忆的小鞦韆 出入取名爱妮 谐音爱妮 叙述着云南姑娘爱上孤君二代的故事 我们是在云南普尔市认识的 刚好是云南的第一届普尔茶 那她是当时是观众 贵宾席的观众 那我们是在台下表演 那当时我是念那个艺术私放音乐舞蹈帮 一段舞蹈牵起了红线 亲近的山岭也因为爱情 有了这栋独具特色的树屋 还曾登上探索频道 站上露台环抱360度山景 令人心旷神怡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王主金旅读台湾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能赞 订阅 订阅 económ sitä